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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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 驴改水早早就开始存钱 准备这场练习 不过 一个多月前 社区里却传来了一个新消息 多的人花到七八万 少得也要四五万三十万 这是请客吧 第一条是肚子没有请客 第二条肚子没有放边炮 往年是整车的 有人要花了算几万块的炮 政府给北姓征收 让我们北姓自己也要讲通 今年 旅厕社区本来有十位老人做公投 通过社区和老人协会对一封一俗工作的宣传 大家都不办宴席了 虽然钱省了 但是传统风俗还是得保留 晚辈陪着老人们走完了仪式 家里的亲戚们也难得团圆在一起 为老人们请客 除了旅厕社区 祥平街道西红堂社区的居民们 最近也改变了以往大操大办的习惯 以往农历九月十九 当地因为庆祝 民俗节日 家家户户都要摆宴席 今年这些景象也都消失了 我们也开了村民大会 代表大会 经过动员 还有发了倡议书 一方一俗的倡议书 每户都发一张 总的我希望能有一千七百户 零厌情 肯定是成一阶层的 这样确实减少开支了 今年三月以来 同安区扎实推进一封一俗工作 自上而下推动落实红白喜事减半 民俗日不厌情等措施 据不完全统计 半年多的时间 全区一封一俗节约开支上亿元 今年 省纪委将同安区确定为我是唯一的省一封一俗工作联系点 另外 海仓 祥安等区 今年也在一封一俗工作上下足了功夫 例行勤俭节约 不给微腐败的滋生留有空间 市纪委监察局表示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落实监督责任 通过专项检查 明察暗访等形式 督促各级党委监督党员干部落实操办或参加婚丧喜庆事宜报告制度 对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 违规大操大办的举报信件 快查快捷 做到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严肃问责 通报曝光 本台记者报道 这段时间呢 我是正在对共享单车乱停放的问题进行专项的整治 昨天晚上一场观众有四万多人的演唱会在市体育中心举行 在这样一个爆发式的用车时段里 共享单车的停放和使用情况怎么样呢 对此 我们的记者也在现场全程进行了观察 晚上七点 湖滨北路体育中心西侧的共享单车停放点 单车企业的工作人员小陈正忙碌着将共享单车摆放整齐 随着演唱会时间临近 大量共享单车陆续集中到体育中心附近 由于数量巨大 每辆单车停放间隙不过几厘米 甚至车贴车 远远望去仿佛一片单车海洋 记者发现 仅在体育中心体育场西侧 就有大大小小三四个这样的共享单车停放点 汇集了OFO 摩拜 哈罗拜等多个品牌 在每个固定停放点都有多名工作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 这些工作人员主要来自不同共享单车品牌运营商 我们四点钟过来的 就是负责这个路嘛 让这个道路不会拥挤堵掉嘛 把这个共享单车摆放好 不让它堵住嘛 湖滨东路与槟榔路的交叉路口处 是共享单车较大规模的停放点 总数达上千辆 现场转运的货车大约十几分钟就会跑一趟 每辆货车可以运走约150辆共享单车 为后续到来的单车停出空间 工作人员也对前往现场的共享单车提前进行拦截 引导集中停放到指定位置 以免影响交通 为什么选择骑各种单车是吧 比较方便 价格也还可以 有点吃惊 然后有这么多 可以选择更环保的那个出行方式 但是可能说那个在就使用的过程当中 可以用那种更先进的方式去缓解 就是比方说那个集中摆放的那个问题 晚上十点半 演唱会即将结束 对于场外密密麻麻的共享单车来说 这又是一波新的考验 为了方便散场后的人群能够快捷地骑走单车 工作人员开始将靠近路边的共享单车白放整齐 并通知了四五辆运输车辆来到现场等候 一旦人群过后 可以马上输运现场遗留的过多的车辆 五车吧 那运走的自行车都被运到哪里去了 都被运到那些没有自行车的地方 深夜临际十二点 记者再次来到湖滨东路与槟榔路的交叉路口 此时原本停放了大批共享单车 大部分已经被骑走 工作人员开始整理转运剩余的车辆 大约一个小时后 这一段路面又恢复了之前的整洁 记者王玲玲报道 今天中午 隶属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的 向阳宏03科学考察船 圆满完成了中国大洋第45航次科考任务后 返回厦门 据了解 在这次的科考任务中 向阳宏03不仅带回了大量东太平洋深海的科考样品 还有意外的惊喜 今天中午 向阳宏03科学考察船 停靠在了项羽宝税区现代码头 参与科考任务的海洋科学家 船员一一走下甲板 这也代表着首次参加科考任务的 向阳宏03科考船 顺利完成了任务 据介绍 本次大洋调查是海洋三所 首次组织实施的大洋科学考察任务 也是向阳宏03科考船的首秀 科考任务历时130天 航程1.5万余海里 返回厦门后 科考人员第一时间 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成果 北北10度 10度左右 就是深海的四五千米 踩上的沉积物 几层沉积物 我们把这个药品 汇交给大洋药品馆 然后有个人科研大会 可以申请 申请然后做科研 据了解 本次科考任务中 向阳宏03共带回了 150箱东太平洋下 五千多米深的海底沉积物 和多金属结合 以及一千多只 各类鱼虾等深海生物 除了出色完成 极有任务的科考之外 向阳宏03还在航行中 意外发现一座 还未命名的海山 我们在那边找到了一个海山 这个是在 这个是在计划外的 花了个将近三天多 对于这个海山 进行了一个地形的扫描 还有海山上面的一些生物 利用船上现有的这些 所带出去的那些设备 进行的一个观测 另外在此次科考过程中 向阳宏03还进行了 三次50公里的深海影像记录 并突破了影像记录 轨迹以米为单位的误差范围 将误差范围控制在20厘米左右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了解 向阳宏03科考船 将在厦门进行短暂的停留 预计10天后 它将再次起航 前往印度洋 进行下一个航次的科考任务 记者王玉坤 吴国豪报道 一年一度的厦门国际动漫节 昨天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了 在周末的第一天 不少动漫迷游戏玩家和市民 来到会场 一同感受这场动漫盛典 带来的狂欢 五人一组 自由组队与我们的工作人员 进行一个增长模式的5V5的一个PK 在电子竞技展区 游戏发烧友可以自由组队 与工作人员同台竞技热门手游 王者荣耀 想要获得5V5对抗赛的胜利 团队协作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临时组建队伍的五名挑战玩家 互不相识 但通过游戏过程中的沟通与交流 配合也逐渐默契起来 对战双方你来我往 多变的打法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战 因为我也打王者 想看他们打王者 看他有什么战术之类的 然后学一下 虚拟现实技术VR自面试以来 为游戏产业带来了新的改变 在VR护语展示区 玩家带上VR设备 就可以在绚丽多彩的梦幻世界探索 也可以在冰天雪地中 享受自由滑雪的极限快感 在动漫游戏企业展区 展商摆下擂台举办机器人竞技赛 参赛者通过手机APP 就可以操控机器人踢球比赛 通过这种手机操作了 可走还可以旋转 自身可以旋转 挺好玩的 看一下现在这个厦门这边的 这个动漫现在发展的怎么样子 看一下也看到很多新奇的东西 虚拟的那种AR的那种模拟 模拟什么直升机那些 都感觉以前没见过挺新奇的 除了可以看可以玩 各类动漫游戏厂商也带来了各自的周边产品 比如模型 手办 玩偶等等 不少漫迷和游戏玩家 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亲密接触机会 还有的直接把他们带回了家 那些动漫的抱枕 还有一些话题 还有一些手办 比较喜欢玩家里面 明天就是厦门国际动漫节的最后一天了 届时还将有知名漫画作者见面会 ESCC亚洲宅舞超级赛决赛等精彩表演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到现场 感受一下动漫节的魅力吧 记者何鸿林 黄超报道 随着时尚产业的不断壮大 越来越多的年轻设计师加入到了时尚设计中 而标新立异与众不同 正是这些设计师们希望表达的年轻的味道 在今年的厦门国际时尚周里 就有一个新锐设计时尚秀板块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蓝色条纹上衣搭配亮黄色宽松裤 粉红色连体男装 金色亮片上衣 这场以反普归真回归天性为主题的时装秀 年轻设计师毛婷大量运用了吸引眼球的亮色 同时又将这些色彩大胆的拼接碰撞起来 再配以破洞 流苏 冬夏混搭等手法 整体的时装风格让人眼前一亮 设计师表示他想在这看似随意慵懒 与众不同的风格之下 传递出新青年的生活态度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早睡呢 为什么我们又必须要起早 然后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在说一种新的青年的一种态度 就是我们可以做自己 可以去打破一些约定俗成 去做更表现自我 更随性的一些方式和生活的态度 设计师毛婷从事了近十年的 舞台布景等设计工作 今年渴望改变的他进入了服装设计领域 而这场秀就是他的第一场时装秀 记者了解到在新锐设计时尚秀活动期间 将有像毛婷这样来自国内外的 十名年轻设计师展示自己的设计作品 主办方希望通过这一平台 能够尽快地将年轻设计师的作品 转化为消费者可以获得的产品 这个秀我们是做一个平台来打造 为了它是可以通过我们邀请到更多的设计师 来吸引他们来到我们厦门 我们会有很多外面的买手帮的一些买手 能够来现场来跟我们订货 有一个直接的产业上的对接跟变现 今天大家都感受到了气温骤降 还出现了大风 记者从事气象台了解到 受强冷空气的影响 我是出现了大风降温天气 气温也将降至今年入秋以来的新低 一扫昨日的艳阳天 今天上午随着冷空气的到来 天空变得阴沉起来 一层灰蒙蒙的雾气笼罩在城市的上空 对于市民来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变冷了 在白鹿洲公园里 往来的市民游客大都换上了保暖厚实的外套 与降温一同而来的还有大风 在环岛路一国两制沙滩附近 道路两旁的景观树在凌冽的大风之中左右摇摆 记者从事气象台了解到 受强冷空气的影响 从今天起 我是出现了一次明显的大风降温天气 气温比昨天下降了6到8摄氏度 市区的风力也达到了4至5级 阵风7级 接下来 我是气温将一路走低 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温度将低至17摄氏度左右 今天夜间到19号的清晨 这段时间将会出现这次过程的最低温 那岛内的话是在12到14度 岛外在11到13度 那高海拔山区的话会更低一些 此外上午不少市民也感受到了一阵稀稀利利的小雨 就了解 此次北方强冷空气南下 冷暖气流在我是上空交汇 我是气象部门也抓住机会 再次实施了人工增雨作业 在海仓 还有同安 祥安三个作业点 一共是发射了12枚的火箭弹 希望那个雨能够多下一些 以便缓解汗勤 虽然这次冷空气强度不小 但是它的移动速度也很快 对于厦门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今明两天 到了20号 冷空气影响将逐渐减弱 市区最高气温将会攀升到21摄氏度 但夜间和清晨仍然比较寒凉 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左右 气象部门表示 这次冷空气南下后 我是也将暂时告别温暖的天气 市民朋友们也要准备一下冬衣 来抵御低温天气了 记者 萧欣 吴国豪报道 下一节还能看到 车辆发生事故停在路边 车里的两个人却睡着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欢迎回来 市容考评人员在近期的走坊中发现 方胡花园北门临街处市容杂乱 市容询报 我们来关注 在方胡花园北门这次我们能看到 店家大多有超范围经营的坏习惯 门前都有任意堆放货品或杂物的现象 而这一坏习惯也延伸到了临街处 通过走坊能看到 店家门前停车位的后部 与方胡路道路绿化相邻的围栏内 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 有铁键 车阳伞 废旧桌椅这样的杂物 还有不少是废弃的电招广告 杂乱景象由方胡路人行道上走过 也难以视而不见 这一杂乱景象 与方胡路整洁的接容落差明显 另外在方胡路小区外围的绿化带上 还有一根废弃水泥杆朝人行道一侧倾斜 不仅有碍观瞻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考询人希望上述问题能够引起 属地管理部门的重视 尽快督促责任单位落实整改 记者刘欧华报道 今天上午10点左右 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说 在环岛路椰峰寨路段 有一辆轿车好像发生了事故停在路边 但是两名驾乘人员却在车里睡着了 得到消息后 我们的记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记者赶到时 民警正在现场进行勘察 在环岛路往会展中心方向的路面上 停着一辆黑色本田轿车 两名驾乘人员已经被带到了后方的警车上 记者看到这辆黑色轿车前部 与左后方有明显的碰撞痕迹 车头底部还卡着一些草皮 但在车辆周边 却没有看到其他事故车辆和碰撞物 一名警务人员告诉记者 上午关于这辆黑色轿车 他们先后接到了两起报警 民地第五十一多少的车牌 撞到保险杆 跟车牌遗留在这个 转子边上 有撞到另外的有受损 好像这一起又是后面罢 人家说有一部车撞得很迫 停在这一边 两个人在车上睡觉 那部车牌又是五点多 现场民警对一男一女 两名驾乘人员进行了吹气酒精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 两名人员都有喝酒 幸运的是两名驾乘员没有受伤 事故也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 目前有关事故发生的经过 警方还在调查中 本台记者报道 一男子专门打着招聘艺人 兼职模特的幌子 以各种借口 骗取女子的性感照片 再以曝光照片为由 实施敲诈勒索 近日香安民警就假扮女子 引蛇出动 将这名男子抓获 我们来了解一下 十月的一天 二十岁的小黄 在微信中接到一则交友请求 对方自称李总 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负责人 需要招聘兼职模特或艺人 一直有着模特梦想的小黄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添加了李总 刚开始 李总只是让小黄 发一些普通的生活照片 让他审核 获取小黄的信任后 他就开始提出了出格的要求 接收到这些暴露的照片后 李总马上就变脸了 他以网络曝光性感照片 要将照片邮寄给小黄的朋友 家人等方式威胁 目的就是敲诈钱财 为了名誉不受影响 被害人常常会选择 汇款给他赎回照片 他就是先以千为单位 一千两千这样敲诈 敲诈完之后 如果是不好敲诈 他就把拉黑删掉 然后如果是比较好敲诈 他就会继续隔一段时间说 你再给我转一千块钱 十一月三号 深受其扰的小黄 来到新店派出所报警 民警根据嫌疑人搜案的特点 在微信上假扮年轻女子 与对方交谈 并要求见面 十一月七号上午 嫌疑人在新店一家咖啡店落网 警察 二十岁的林某来自泉州 今年七月以来 她使用相同的手法 共计对四名妙龄女子 敲诈一万多元 目前林某已被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玉伯飞 放一周 特别记者罗晓宁报道 广告后 我们来关注空气质量情况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呢 今天我是空气质量 除了PM10 PM2.5在两级 其余的各项指标 都达到了优积的标准 到了晚上七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37 空气质量为优 日前啊 朋友圈流传着一篇文章 称这个市面上 不少奶茶产品的 含糖量都很高 甚至一些号称 无糖的这个奶茶 含糖量也高于一般的标准 那么奶茶里到底是什么原料呢 喝了含糖过量的奶茶 有危害吗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来了解 日前上海市肖保委 专门组织了一次 限制限售奶茶的比较试验 结果发现 有不少奶茶产品的 含糖量都很高 其中某品牌的丝袜奶茶 一杯的总糖含量 达60克之多 约等于13块方糖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中建议 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 应不超过50克 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 也就是只要喝上一杯 这样的奶茶 就已经超过了正常人体 一天当中添加糖的摄入量 体内糖含量高 会造成过高的渗透压 对人体器官产生刺激 引起口腔 食道 胃 十二指肠的粘膜发炎 而过量摄入糖类 还容易引起肥胖 引发一系列并发症 此外 某些奶茶店 还会用纸纸墨代替牛奶 这会导致人体过量摄入 反式脂肪酸 而引起心血管疾病 那么如何喝到一杯 健康的奶茶呢 首先记得去奶茶店的时候 要点鲜奶茶 糖度要求 无糖或三分糖 或者自制奶茶 也是不错的选择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很不错 预计明天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优 好 以上就是 今天特区训广场的全部内容 我是出现了第一个 由社区居民集资入股创办的养老院 蔡糖金错编养老院 上后播出的什么观众节目 我们来关注这个居民自办的养老院 也欢迎您继续留意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